拳法比死神方便还猛的中国猛将 竟用两拳就KO世界冠军 直接惊呆现场所有观众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国大战新西兰的对局 那现在出场的中国小伙 就是比死神方便还猛的中国三打巨人曹鲁健 决战继50胜6负 其中有26次是KO对手获胜 而且曾经还连续8年 获得中国山东散打锦标赛的冠军 实力是相当的强劲了 另一边出场的就是新西兰拳王丹尼尔杰梅 此人的作战经验也是相当的丰富 打过108场比赛 今天也是一场强强对局 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精彩的表现 好的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我们看到场上红方选手 就是我们的中国山东三打巨人曹鲁健 另一边蓝方选手就是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曹鲁健开场之后 进攻欲望非常强烈 双方现在开始互相换拳 让我们期待一下曹鲁健 在这一场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比赛不到最后一秒钟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 是 来自新西兰的选手 年龄33岁 身高1米85 体重是85公斤 转身 我们转身腿下打得非常的突然 来自中国国家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丹尼尔杰梅像一个小挂件一样挂在曹鲁健的身上了 那确实双方的身高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看到曹鲁健是要比这个丹尼尔杰梅高上了几乎快一头的高度 现在这个丹尔杰梅也是频繁的去搂抱 发现自己拼拳可能是拼不过 现在对方啊 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 可是我们这是中国选手 年龄小将 大家比赛确实打得还步步为营了 稳扎稳扎 没有错 本四五战世界公布中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 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 包括 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优秀 我觉得王者之战这一场上来双方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去试探对手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还剩下一分半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丹尼尔杰梅从开局到现在一直是频繁的去搂抱 真的是不喜欢去远距离拼拼拳啊 这时候曹鲁健主动出击 连续重拳啊打到这个丹尼尔杰梅只能是被动防守 而且这个拳套举得非常高啊 可见他是非常害怕 双方这场的表现 防守剑在我们的五战第一场也曾经参加获得了胜利 这一次参加的是王者之战 还有一个圈品变现 机会来了 非常主动的一次 相信对方的信心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不过双方选手都是非常有经验 来自西齐兰的丹尼尔杰梅 他的战绩也是78剩30副9次KO对手 我们看到这个丹尼尔杰梅打的还是比较猛啊 直接把操鲁健给摔倒了 不过问题不大 只是简简单单摔了一下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那现在第一回合的时间也快要结束了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太大的战略变动了 好的 现在第一回合比赛已经结束 在这回合曹鲁健打的还是非常的猛 而且是拿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而且从双方的打法来看 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那这个操鲁健完全可以碾压丹尼尔杰梅啊 然后再来一遍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回合 那让我们期待一下 在这一回合 曹鲁剑会采取什么样的打法 开局被这个丹尼尔杰梅 一个低扫打倒了 那这个丹尼尔的腿法 还是比较强的 那曹鲁剑一定要背夹小心 果然第二局来自新西兰的 丹尼尔杰梅 不停地找到 曹鲁剑的破绽 真是斗智斗勇 一个迎接哪非常好的 有机会 哎呦 我们看到一拳下去 丹尼尔杰梅直接是跪倒在地 这一拳打得非常结实 看一下丹尼尔还能继续吗 我们看到裁判开始读秒 丹尼尔趁着这时候开始休息 但是我们看到 好像是差一点 错过了这个时间 现在比赛继续 上来又是连续的几个勾拳 对峰也非常聪明 马上把你的节奏扣黑掉 很有经验的一位选手 但是呢 我们觉得不管怎么讲吧 这个重击啊 谁难受谁知道 对 打在谁身上 谁疼 刚才这个有效机打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局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丹尼尔是明显落入下风 那在操续线的连续中拳之下 几乎没有人能够扛得过去 第二局也是非常的主动 所以现在才要掌握好 自己的一个技术战术的节奏变化 对方现在非常聪明 马上给你缠动 这个时候如果聪明一点 打游动 打游击战 拉开 对对对 拉开具局 拉开这个角度 不像您说的 还是不能轻视对手 在这个技战术方面呢 要恰当的 根据自己的策略 来等战术变化 我们现场的观众 也非常好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丹尼尔接梅已经是不行了 表示自己打不了了 那我们看刚刚他的表情 好像已经快要哭出来了呀 确实是打得比较怂 只是被曹鲁剑摔倒了 就不想再接着打了 不过看他这个情况还是不错 只是单纯的怂 那这场比赛 咱们曹鲁剑打得非常漂亮 不仅仅是赢得了胜利 还打压了这个丹尼尔接梅的所有信心 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曹鲁剑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给赛于三次 凉凉